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大家好 我是清语 李志英 李卓仁以及杨生 因2019年8月31日参加反送中游行 被控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4月7日早上 三人案件在湾仔区域法院开庭 李卓仁和杨生二人一大早自行道庭应讯 但被警方指控八项罪名的李志英 因未获准保释 由囚车押往法院 他走出犯人栏时 旁听人士向他挥手问候 三人被控 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除了涉及2019年8月31日 位于湾仔至中环的游行外 还涉及当天民间人权阵线 原申请举办人大831落札五周年游行 以及网民随后发起由湾仔休敦求藏起步的 十万基督徒为香港罪人祈祷大游行 其中人大831落札五周年游行 在中环遮打道举行集会后 游行队伍前往位于西环的中联办 要求人大撤回被指限制港人选举自由的2014年831决定 招警方反对 民阵在上述失败后取消行动 最后网民又发起由湾仔休敦求藏起步的 十万基督徒为香港罪人祈祷大游行 并指宗教活动无需经警方批准 有关活动当天如期举办 并演变成港岛北部上环地铁站至天后站的环回游行 但警方事后声称宗教集会可以无需批准 但30人以上的游行需或发不反对通知书才不属违法 警方于2020年2月28日上门拘捕黎智英、李卓人以及杨生等人 三人案件4月7日早上在区域法院开审时 警方在庭上播放多条片段 以佐证、黎智英、李卓人以及杨生三人 在2019年8月31日当天 与大批游行人士在休顿球场内聚集 其后明知而参与一个违规的公众游行 触犯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视频片段中 李卓人手持标语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市民有游行的表达权利 杨生哲带领群众高呼香港人加油 及其他反送中口号 期间警方多次举其警告 指游行非法 但山人和游行队伍不才 继续沿着行车线前行 并高呼口号和唱宗教歌曲 该案4月7日一早开庭 原先预计审讯约7天 但山人却在开庭前 出人意料地认罪 当中李卓人在犯人栏内承认控罪时表示 我认罪 但我没做错 历史会判我们无罪 法官胡雅文在三人认罪后 听取他们请求 并表明押后判刑 辩方申请被告保释出外候审 招控方反对 除了此案外 现年73岁的李志英 还被控两起非法集结案件待审 包含前年10月1日 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以及去年6月4日的六四烛光集会 此外 李志英还被指控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和煽动罪 警方声称 国安处仍在调查中 不过外界普遍认为 这是港府对民主派人士的政治打压 香港再度开放接种疫苗 又有5人送院治疗 香港4月5日再度开放民众接种 Bintec复兴医药的复必泰疫苗 但又传出5名港民接种疫苗后 出现头晕、高血压等不良反应 送医院治疗 综合媒体报导 港府4月6日公布 当天有5人接种Bnt疫苗后 产生不良反应送医院治疗 在接种第一剂疫苗后 有一位56岁男子晕眩送医 一位74岁老父出现高血压症状 部分民众在接种2剂后 产生类似不良现象 另有一位72岁老翁 施打第二剂Bnt疫苗后 胸口感到不适 需留院观察 据知截至6日晚上8点的过去 24小时已有2700人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 约6200人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 约12800人接种第一剂复臂 16500人接种第二剂Bnt疫苗 香港政府表示 目前全港市民有615500人接种中共病毒疫苗 约占香港人口数7.7% 此前香港卫生署4日证实 一位62岁香港男子 4月2日早上在街上被发现呼吸困难 救护员到场时发现他心脏骤停 送往医院抢救后不治 死者沉于3月8日接种科兴疫苗 4月1日被诊断患有高血压 据报道科兴疫苗是北京首个在香港推出的中共病毒疫苗 由港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 在今年2月仓促批准在港紧急使用 不过由于科兴疫苗第三期测试数据 据报没有刊登在国际医学期刊 不符合香港政府找钱自行定例的标准 社会各界广泛质疑 港府是在北京施压下对科兴疫苗开绿灯 科兴疫苗至2月28日在港开始接种以来 有12人打针后身亡 另有8人接种科兴疫苗后出现面瘫 令港人接种信心大幅受挫 资联会清明献花G64 申请六四当天委员活动 香港市民支持资联会在周日清明节 到政府总部外为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死难者献花 并表示今年会如常申请六四游行集会活动 资联会主席李卓人 副主席柯俊仁周信彤 常委梁景薇等人 4日两人一组向挂在政府总部外的民主烈士纪念碑布幕 献上白花篮 然后三鞠躬悼念 香港资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 已经向警方申请了六四集会和游行 他坚持今年六四烛光悼念 仍然在维多利亚公园进行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2周年纪念 主题为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 香港资联会主席李卓人称 呼吁香港人要看到 根本香港人和中国人在专政下都是共命运的 我们为我们的自由继续共同抗争 中共去年强行通过并实施港版国安法后 李卓人与何俊仁在上周因818违缘集会案被判罪成 如果被判刑 可能缺席今年的六四集会 支联会还表示 即使警方不批准集会和游行 仍建议民众自行准备烛光 到维员悼念六四 香港法轮功真相点被破坏 正义市民追捕暴徒 香港法轮功真相点连续两天遭到破坏 大量真相展板横幅被毁 有行人拍下全过程 并追捕作案者 法轮功学员也已报警 呼吁警方惩治坏人 4月2日 四名暴徒先后袭击了望角 红勘和湾仔等四个真相点 他们用尖刀扯烂展板和横幅 还在展板上喷没 还有人在旁边拍摄记录 现场一片狼藉 有路过的行人拍下望角真相点被破坏的过程 并大喊报警 作案者惊慌而逃 4月3日 同一批暴徒在破坏大黄仙望角等三个真相点 法轮功学员已报警求助 并强调法轮功学员不会因此害怕和退缩 香港法轮功学员阿珍表示 今天香港几个法轮功真相点给中共有计划的搞破坏 他怕别人来了解真相 多一些人来了解真相 时事评论员林匡正呼吁警方严正执法 抓捕破坏展板的暴徒 林匡正表示 这几个月来都不是第一次 我不知道是否有经济问题 这些人连这些工都要做 还是其他原因 但犯法就不对 香港是法治社会 香港警方和政府都整天讲 这些事情怎么可以一而再 再而三发生呢 香港法轮功学会谴责中共暴行 呼吁警方惩治凶徒 并奉劝破坏者不要助走为虐 做中共的帮凶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请不吝点赞